之所以痛苦,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 二点,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,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,因为你自己的内心,你放不下。 三点,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 四点,你永远要欢恕众生。不论它有多坏,甚至它伤害过你,你一定要放下,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 五点